大家早安,我是Asia 今天是2021年的1月30號星期六 一月底大家過得還好嗎? 今天是Asia有讓週記的第五集 今天要去的地方是 位於新店山上的銀河洞步道 那時候有非常漂亮的風景跟天然資源 就是在位於台北的郊區 那時候被一個陌生男子綁架的居水 我被綁架 等一下去吃一個非常好吃的燒餅店 那我們就燒餅店見 它能在的地方是光復南路上的夾上燒餅 可是這一間是位於光復南路上 然後今天是星期六所以人潮眾多 它的營業時間是從早上6點到下午的1點半 它有各種不同口味的燒餅 然後還有飯糰蛋餅 然後它的蘿蔔糕也是爆好吃的 讓你們看看囉 好 這是今天的小主角蘿蔔糕糕 就是吃起來很Q彈的 黃色蘿蔔糕糕的口味 然後我今天喝的這個飲料是 豆漿紅茶 然後去前往第一個景點 鮑魚 星店的銀河洞 那就銀河洞見囉 今天是特別的一個大日子 值得記念的1月30號是今日的 然後也是Asia流浪周期的第五集 也是今天的一日約會小旅行喔 有可能會去銀河洞完之後 有可能會去銀河洞完之後 會去烏來就是泡個塔 然後不然就是前往 避坦吧 反正 行程是隨便安排的 今天主要的景點就是 位於星店山上的 銀河洞啦 有什麼要說的話嗎 出發吧 出發吧 好 要出發了 那銀河洞見 嗨大家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銀河洞的 步道 那我現在身後是 銀河洞的福德鎮 我們剛從 光復南路騎過來這邊 差不多騎個 30分鐘左右 超快的 好 我們現在開始準備爬山了 走吧 現在已經到了 銀河洞的 最終目標 就是這個 後面這一個 大家網美的 拍照的 點 真的太喘了 剛剛說大腿很痠的 就是他 哈哈 快不行 嗯? 不在剛開始嗎? 然後 我們要上去拍 美美的照片囉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是 烏來老街 剛剛爬完了 銀河洞的 步道之後 拍了照之後 感想是什麼 好累 哈哈 就是腳很痠 我現在小腿有點在抖 哈哈 都沒有嗎? 就是下山的時候 突然小腿也在抖 然後 你說你的感想很痠 腿很痠 肥腰炸 肥腰炸 然後大腿很痛 這樣好會嗎? 這樣還好 腿比較痠 好 結尾就是腿很痠 但上去就是 它有一種先苦後乾的感覺 今天因為天氣真的太好了 所以 我們剛剛下山的時候 其實 冷很多 然後車子也蠻多 我頭髮怎麼回事 哈哈哈哈 我們在家裡 然後現在來到的是 烏來老街啦 這張是從 風災過後 我過了六七年之後 才在進來的 路邊的很好騎 然後 也很方便 如果你要做大眾運輸的話 可以從 台北車站 或是新店 做八四九 可以直達到 烏來老街口 就是烏來老街口 應該省掉 你要找停車位啊 的窘境 但去坐車 台北車站做 要做一個半小時 從新店要做 40分鐘 好,廢話不多說 開始烏來老街的逛吧 預備 烏來老街的老街口啦 然後這邊很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 溫泉 然後 這一棟是 泰亞族的 博物館 明珠博物館 明珠博物館 你要買喔 不挑 我們家很不挑 今天 你要拿什麼東西賄賂我媽啦 麻糬吧 好 行 明珠 因為我們有小巧思 就是我們都是穿 小白襪 我真的是小白喔 還是小白 我是 全白的白襪 全白的白襪 前面就是很名勝的景點 它叫做烏來觀光大橋 好 那這個好像也是 重建之後吧 因為它真的有名字喔 哪裡 好啊 好燙喔 你有品號哪一間的 床屋嗎 好像 都可以吃吃 都可以吃吃 然後泡到它一跳 然後這邊有一條 小條的溫泉街喔 我進來泡的這個湯屋 是龍門湯屋 它是位於在溫泉街 比較後段的部分 然後這一段 這一邊啊 就會有三間到四間 不同的湯屋 然後今天這一個湯屋是 一個小時兩百塊 一個人 就是湯屋而已 那如果是 泡湯套房的話 一個半小時是 它是 兩個人是八百塊 一個人只有四百塊而已 對 那因為今天的時間 比較不多 所以就是 採取 泡湯屋的方式 對 裡面呢 我們大家再一起拍囉 然後這個是 就是吹頭髮的地方 然後我們要進去 這是我們的 今天的 泡湯的房間 進去囉 它裡面其實非常的小 它只有 兩個蓮蓬頭 然後跟 差不多的盥洗設備 還有 電視 跟 一個大櫃子 就這樣 然後剛剛老闆說 每十分都要十五分都要起來 休息一下 現在我們現在已經泡完湯了 是 足足一個小時的時間 今天泡的是 龍門湯屋 然後是在 一樓的 我們今天泡的是 鷹之湯 然後裡面就是 空間還 嗯 有點小 然後 它是射備滿幾全的 然後 就是有電視 可是它沒有護冷氣 然後沐浴爐啊 是吧 今天它一個櫃子 裡面有水跟毛巾 都可以做使用 好 因為一期的時間 它還有做酒精的消毒 謝謝 然後 它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我覺得CP值應該蠻高的 也很乾 對 因為就是泡完湯之後 然後 也有一點小小的感覺 真的太脆了 就是 突然就說要來泡湯 好 這是今天的泡湯行程 龍門湯屋 在打門來吃的 好可怕 這是原型 它現在是原型 現在要去 覓食 然後覓食完之後 可能做烏來台城 就是今天的 烏來蕭約會 滋裡 好 就這樣 我現在預定是講 歐西亞等下再想 吃飯囉 然後 泡完湯之後 人好像比剛剛 多了 多了好幾倍 為了 自己的健康還是要戴起口罩 然後 現在要去吃 烏來的 代表美食 想先吃個馬告槍 就是每一間店 感覺都 很多了 所以感覺都要排除了 先去吃東西了 什麼 是 竹筒 他說可以先吃原味 後面加幾 醬跟這些 他們醃的配菜 然後 蘿蔔 這是他們的醬料 這一隻呢是七十塊 三隻是兩百 看看 小米 小米 什麼 讚 兩百間 哈哈哈哈 喔 是不是小姐 我們現在來試 這個 竹筒飯 他有素的跟荤的 兩個可以選擇 然後這也是一樣的 不是要荤的 不是要荤的 很香 很香耶 很難吃 很香 那個竹筒飯就是 很有濃厚的竹筒味 要講什麼 在爆油 對 而且是湯 它在那個蒸籠裡面 拿出軟的 然後現剝 要被你吃 然後它口感就蠻軟嫩 而且很入味 接下來 這樣 這樣 像 像 像 有一點點 比較鹹味的狀 放在竹子裡面的狀 接下來要 喝一下 你要沾醬了吧 對 對 雞醬 很搭嗎 蠻熱的 就是 有一個 不會膩的吧 很解膩的皮 可以大家來吃看看 這間叫做 三上小時光 三上小時光 就在 老街的比較中後段一點點 可以 還有 竹筒飯 然後有他們特色的飲料 而且都是 老闆親手 調製而成 都是老闆自己做的 好 好 我們現在來喝這個 它這個叫做 馬告 柚香 綠茶 裡面有 馬告 柚子醬 檸檬汁 跟綠茶 合成 底部會有 柚子皮 跟柚子醬 看這個呢 是 美山的海 美山的海 它是由 奶鈣 草麥香 還有 萊姆皮 跟綠茶 調製而成 然後讓人說 第一口可以就是 直接喝 就是 舊口那個草麥的 好口感 好口感 超好吃 很融合的感覺 就是你第一口可以先喝 奶鈣 跟香鬆 然後你第二口可以再喝綠茶 把它融合在一起就是一個 絕美的飲料 好 太厲害 我現在喝這個 馬告 柚蕎綠茶 好囉 太重的 呃 馬告的味道 然後 就是柚子 柚子 柚子醬跟 柚子醬跟綠茶 味道 明顯一點 你要喝看看嗎 泪泪 有 最好 他們明顯的 但是你很好喝 對啊 我們要去看看 裡面 把它弄倒 嘟哈 那 Today 就是富拉台車的火車站啦 要帶了 喔 不行 這是台車的樣子 好 它跟之前的台車的長相很不一樣 看看價格是多少吧 原價是50塊 然後如果你是優待票啊 就是小孩或是25歲以上的 人家是30塊 上了烏來台車啦 哇 再來台車 它是從烏來的車站坐到了一個瀑布那邊 然後只有1.5公里 那它這個車票只有去然後沒有回來喔 那如果是要回來的話 可能讓大家再額外賣另外一個車票 這部分 好 讓我們走 讓我們看看風景嗎 現在搭了幾分鐘? 10分鐘 好像沒那麼久 好像沒那麼久 5分鐘左右的 開車 喔 有櫻花 在這 好 我們今天帶5分鐘的烏來台車 從烏來站達到 烏來博物站 然後 然後 車票是50塊 一張一個人 然後這邊又規劃了 更不一樣的 之前呢 還要更完整一點 有各種不同的咖啡廳啊 然後特產專賣店 然後我身後有一個 很會唱歌的 街頭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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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靠我鏡頭耶 好 然後瀑布就在我的身後 就 好 好 今天手機要沒點了 做個結尾吧 裡面二分結束囉 今天的行程是從 光復南路開始騎車到 新店的銀河 洞 布道 然後結束之後呢 就騎了30分鐘 上來 烏來 逛了烏來老街啊 去了 龍門湯 烏泡了一個小時 10分鐘的湯 再來就是 坐了台車 到了烏來瀑布這邊 逛街 然後 看瀑布囉 好 這是今天的 一日約會 一日約會的小星辰 等於是 HR流浪中間的第五集啦 所以下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分享 訂閱可以分享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